学习了拟牌模块的一个接口的细分 那么在这节课呢 我们根据这些接口 我们来实现它的DAO层 首先我们这里接口分两个 一个是我们拟牌类别的接口 还有一个Type页的接口 我们首先来实现我们拟牌类别接口的一个DAO层 在这里我们先来实现它的Model 那么在这个Model目录下 我们来创建一个TripleTypeModel 然后我们给它改参名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内阁接口的返回时段 它返回仗义时段我们将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卸助和大家提供的一个返回工具 然后我们将它复制到这个转换工具的辅助框里面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它就好像帮我们生成这样的一个Model 然后我们将这个Model 我们去Copy里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将它放到我们这边 这个类下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它改参名字 因为它帮我们生成的这种名字 不放好我们的全体提换一下 我们提换我们这个名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检查一下 是不是有价格的需要揪改的 下面这个TypeS我们给它改下名字 我们给它改名叫TripleType 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它帮我们转的这个数据上是不是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改过来 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TypeModel就创建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现什么 我们来实现我们这个TypeE的这个这个 那么这个TypeE 因为它这个COST的侵存 所以说在浏览器上不便宜模拟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发挥了这些字段 那么这些字段我们获取之后 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字段 我们来生成它对应的Model 生成它对应的Model 我们还是可以接触老师 我给大家提供这个数据 然后将我们的字段复读到里面去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这样一段就生成了我们的字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创建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我们就给它起名为叫TripleModel 然后我们再把它复读到里面去 我们复读到剪辑版 好那么接下来重点我们要改下它的类名 那么这个类名它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根据需要我们改下类名 我们添加注释 我们这个是我们的铝牌页的模型 这个是我们铝牌类别的模型 类别模型 大家要做好区分 这个是外面的接口 这个是页面里面的接口 这个名字我们需要改一下 那你把我们TripleModel 这里有很多字段 那么这个字段我们是不需要把它给删除掉 这里也需要其实把它给删除掉 我们只保护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字段 有没有这个react list 这样你能够行吗 我们我就是改下类名字 我们改名叫TripleItem 方便我们理解 然后我们这个字段我们把它删除掉 这里我们就把它给删除掉 那么刚才这样的一个字段我们要删除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删除掉 我们这个tation这里有没有用到 所以说我们把它删除掉 现在我们看我们这个TripleItem 那么我们TripleItem里面还有一个type 还有一个article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rticle 下面是我们的other 以及我们的cover image 还有我们的mg 这下面好像是这个url 还有我们的位置 poi的数据 还有poi的一些扩展数据 那么这里还有些报错 我们目前解决一下这些报错 这个报错是什么导致的呢 这个报错是因为我们服务端 对这个tags它反复的是一个none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自作化的话 我们这个转换工具 在解析的时候 大家可以听到了 所以这里我们这个数据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将来给删除掉 下面这里对它的引用 我们要继续删除掉 这样以来我们这个拍业的模型 就创建好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简单 因为我们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个 自作化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它能帮我们省去很多的 一些重复劳动 这样以来我们就可以加上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模型 将它通过很方便的方式 将它转化出来 那么我们这些模型设立好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DO了 首先的话我们来创建我们的 拍类别的像一个模型的一个DO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什么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tribe tribe tab DO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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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这个URL的话我们要 再车上我们上的URL 关于这个结构文导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仓库的手页上进行查看 然后我们判断如果复杂访问成功了 我们这里首先对我们集团里面反应的 中文就已经回扣了 然后防止它进行乱码 然后我们借助我们刚才创建的model 进行解析 先让它解析到我们对应的model 那么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这里抛出异常 这样以来我们这个骨拍类别的结果 这个DO就创建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实现我们骨拍页的 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们来创建一个trible.do 骨拍页的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比我们骨拍预计的接口 要稍微可达一些 因为它是个POSE的接口 然后它有一些入餐的一些邀请 首先我们先来改一下它里面的model的理解 我们改名叫triblemodel 和我们对应的model都应起来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些什么呢 设计一下我们这个接口的 它在固定的参数 固定的参数我们给我们启明一下paramiss 然后有哪些固定参数的 我们在我们的接口文道里面上 有个大家列出了我们固定的参数 我们将它拿过来 这些固定的参数里面 我们所需要改变的 是我们的固定应该死 以及size 还有我们的channel 这些参数是可变的 所以说我们废齐这个方法 我们要用它来接收一些参数 首先是我们的url 也就是我们这个接口请求的url 然后我们要知道它请求哪一个类比 下面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我们需要这个crow channel code 然后还需要我们的pv events 以及我们的pv size 然后我们之前发出所有的请求 这个guide的请求 接下来是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就是告诉大家 在你们flat里面如何发送post的请求 那么发送post的请求 我们这里让它改成post 首先它第一个参数接收的是我们的url 我们向哪一个接口下发送post的请求 所以说我们需要告诉它url 发送post的请求通常我们需要带一个什么呢 我们带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就是我们上书发送的消息的内容 我们的参数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包的来进行设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构造一下它的一些包的一个参数 包的参数呢在这里它接受什么呢 接受一个map类型的 所以说map类型我们在这里 创建一个parmixmap 上一个模型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在这里我们取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入餐 那入餐里面我们需要共产的改变一些字段 比如说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字段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外面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取出这个字段 然后呢我们改变它里面的pv events 选择我们的pv events 选择我们的pv events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pv size 以及我们的channel 那么我们的channel就会通过我们的quiremix 我们的channelcode 这一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动态的来改变一下 我们这样的固定入餐里面的动态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程的彩蛋 那么本节课程的彩蛋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一个接口里面 在进行这个接口警觉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参数和有可变的参数 那么固定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声明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改变它里面可变的这些参数 那么可变的参数呢怎么改呢 就可以借助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方式 然后呢我们这个包对比较相关的参数 我们便创建好了 接下来它接触什么类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看这里 接收的是一个我们具体的我们是均类型 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什么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领扣的 那么我们对我们这个MAP进行领扣的 我们对这个JSON 然后领扣的像我们的Paramese 会进行领扣的 然后呢我们发送了这样的Post的请求 带来URL还有BODY 那么大家如果想带Head的信息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Head的参数带一个MAP类型的 我们的Head的信息 然后呢复旦如果返回成功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首先我们来解决 我们返回过程中的这个中文的RAM 然后呢获取我们的具体的返回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就要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之前创建的这个Model 来解决成具体的数据 这里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给它来个趋势 我们录着Triple出错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TripleTypeDeal 也就是我们银拍页的这个接口便创建好了 OK到现在为止 我们整个银拍模块的话 DO层的设计我们已经设计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刻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刻呢我们最主要的是 根据我们的接口文章 以及我们接口反合的数据 来创建我们对应的Model 以及我们对应的DO 在创建Model的选择中 我们这里用到了一个小技巧 也就是我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模型转换工具 我们这个模型转换工具 可以将我们复杂的我们的大的阶层数据 我们转化成大型的模型 这样以来能帮大家省去很多很多的重复劳动 以上便是我们本类的主要内容 大家在选择这节课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日后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的问答区上进行留言 我可以在留言之后 会在你们及时的回到 还有一点需要提问大家的是 我们这个Triple的日子三行 对动态的变化 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关注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仓库 我们的公告 也就是我们的课程仓库 会不断地进行更新 在更新的过程中 我们的接口变了 变了之后 会给大家进行及时的同步 以上便是我们本类的主要内容 给大家学习愉快